那上午我们把类讲完 类讲完之后呢 我们再讲什么呢 我们再讲一下Skylard中的特质 叫做接口的东西 是我们相当于我们家伙中的interface 它在Skylard里面它不叫interface 它叫特质train 特质 比如说我们创建一个Skylard T-R-A-I-T 那至此呢 你在创建Skylard文件中的这三个东西 你是不是都认识了 对吧 一个是class 一个是object 另外一个是特质 对吧 特质 这个特质是哪个特质呢 是这个特质 特质 你可以理解 相当于我们家伙中的interface 但是呢 它比我们家伙中的interface要更加强大 在家伙中interface 你定义的interface 你定义的interface 是不是里面只能有方法的定义 没有实现吧 但是在我们这里边 既可以没有实现 也可以有实现 对吧 啊 然后 在呢 我们看一下 在Skylard中 特质可以 可以特质中 可以定义 可以定义 有实现的方法 也可以定义 没有实现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定义 对吧 比如说DF 说一下我们定义一个什么方法呢 比如说打招呼的方法 Hello 对吧 Hello谁呢将来是不是要传一个名字 对吧 比如说Hello Alo 胖黄 Hello 还没没啊 是不是 那这个方法 是不是指定一下就ok了 因为我们说了 这个特质是有点类似于家伙 能够接口啊 我就可以定义一个没有实现的方法 你竟然没有实现 将来 如果有人想用它的话 那也意味着必须要实现这个方法吧 对吧 然后我们把上午这些类 再建个包给它分开 比如说 定一个嗨这边 然后呢我们上午讲到的关于类相关的 类相关的啊 这都是中文的啊 请有点奇葩了啊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上午讲到的东西都给它挪进去啊 比如说sign 哎这个这个这个是这个teacher是的 然后下午的鼓也不是 把它挪一下 然后这是下午相关的 对吧 我们讲的关于特质的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怎样呢 我们可以新建一个什么 新建一个 object的或者class啊 都可以 object的和class都可以去实现这个特质 你就是可以继承这个 啊我们这个特质 或者叫啊 再加入功能叫接口 对吧 比如说我们定object的吧 object的将来在编译之后 是不是也是一个字节码文件的 对吧 别看了叫object的 就是它一个静态的位置 这边我们叫做sign 特质 trait 对吧 ampere 可以吧 实现吧 可以吧 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使用继承接口啊 或者实现接口 在我们scala中没有implement的这个关键字的 只有什么 只有incense 没有implement的关键字 ok我们要继承这个什么scala traint啊 这个特质 你看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报错了 为什么报错了 因为这个特质中定义了一个没有实现的方法 是不是 你要继承我 你是不是要实现了 啊 实现 有快据键 叫做control i 按一下control i 你看就出来了啊 control i 就是实现它 implement 实现它 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实现一下我们hello这个方法啊 比如我们直接答应一下啊 我刚才说那个controli是快捷键啊 controli快捷键啊 然后我们可以答应一下这个谁呢 答应一下这个hello吧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答应hello谁呀 谁传接的就是谁hello那你是不是可以啊 然后我们在调用的时候怎么调用呢 是不是要搞一个闷方法啊 对吧 搞一个闷方法 我可以在这再来一个闷方法 那在这个转型的第一个闷方法吧 完全可以的吧 因为他也是高费键 不也是静态的吧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怎样呢 啊 他竟然是一个静态的 对不对 他是一个静态的 那个方法 当然自然也是静态的 我们答应了是不是直接可以叫他点哈 好啊 比如说传了一个 嗯 还没没 是吧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这个 嗯 嗯 嗯 啊 这是因为上过我在把那个什么 我刚才是不是把那个teacher 把这个内幕是不是加了一个中框的意思啊 啊 把它改一下 嗯 去调一下 嗯 还到处啊 啊 还有个够刀戏前面是不是也加了个意思 对吧 不要 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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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 嗯 然后我的那个把他其他都不关掉 哎 这个不是实践实践的在这啊 然后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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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看这个实践是不是就输出了 对吧 哎就输出了 那这个方法实际上是不是就是一个啊 没有没有什么呀 没有哎 没有任何实现的方法 对吧 那我们刚才也说 他说style中还可以定定在我们特质中还可以定义一个有具体实现的方法 是不是 那我们就定义一个试试呗 define 比如说 呃 这个比如说啊 笑啊 对人笑 笑是哪个单词啊 smell 是吧 嗯 然后对谁笑呢 比如说对这个人笑 是吧 然后我们可以来来一个什么呢 来一个代表实现了 对吧 然后我们直接扶持人一下 对谁笑呢 比如说我们对 呃 比如说对老道笑一下是吧 谁呢 老道对谁是谁笑 对 对 对谁 对他 对不对 对这个内幕 对这个内幕 啊 嗯 嗯 嗯 妩媚一笑不是 然后 没有看 这是个图片 妩媚一笑 对吧 我看 然后我们在调用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实现中去调用它了 对吧 对吧 然后我们就直接 嗯 斯卡罗 IMP上的点什么呢 死那样 对吧 笑 对谁笑呢 老道对谁笑 老道对谁笑 老道比如说对老段笑 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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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看老师对老师对老师我们一笑 就是啊 你和以 你看我们在我们下了中的特质啊 这个特质比我们家伙中的接口更加强大了啊 更加强大了 你还可以怎样这个不是有实现吗 对吧 他有实现我能重写他吗 对吧 我可以重写他吗 试一下 对不对 怎么重写呢 重写是不是overread啊 overread啊 对吧 你就按住快捷电叫做control 哦 啊 你看他的快捷电是不很 很人性化是吧 一个control i 一个叫control o control i是实现 control o是重写 对吧 你看我们可以重写一下这个smile方法 对吧 比如说啊 我们就不想让老道对他笑 对吧 比如说谁啊 比如说丁丁老师说啊 丁老师对对谁一笑 对吧 到了 对谁一笑呢 对他啊 这个可不能妩媚一笑是吧 这个就是 哈哈大笑是吧 OK 那我们在调音的时候 然后同样也可以 把老大传给他 那这个时候他调用的是我们实现中的这个smile 还是我们特制中的那个smile呢 运行一下啊 重写是不是调用此类的实现方法 对吧 他不会去调用我们这个特制中的实现方法啊 OK吧 这个其实跟家伙众是不非常相似啊 啊 非常相似啊 那这里边还有一点啊 刚才这个smile是不是带有实现了 hello是不是没有实现了 我们在定义的时候啊 你就是在特制中定义的时候 hello是没有实现的 smile有实现 对吧 那你发现啊 在hello这个方法 他如果没有实现的话 我们可以怎样 我们可以把这个override的关键字给他去掉 你看他也不忘了 啊 而且一样能够运行的 你看是不是一样可以运行的 对吧 这个是他的一个特性啊 你记录一下啊 就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呢 如果 如果特制中啊 这个hello方法 没有实现的话 那 你就是子类吧 他的子类在实现的时候可以不加 override的关键字也可以加 对不对 可加可不加 是不是这意思的 啊 然后这个呢 能把这个override的关键字给去掉吗 不想的是不是 哎 这个时候就不行了啊 这个时候我们再总结一下啊 如果 如果什么呢 如果特制中 如果特制中 啊 某个方法有具体的实现 然后在 在什么呢 在此类 继承 重写的 重写的 实号 必须使用 over byd 关键字 OK吧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吧 OK吗 啊 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 啊 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是不是 OK 接下来 我先断 我先断 试试 我先断